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询问台 询问台不能借还书哦 询问台 讨论时申请换发临时阅览证 评学生证刷卡寄管 若是进不去可以请询问台帮忙 寄管后 右边是月活区 月活区 是做什么样的 书室的桌椅 悠闲地看新书 野草举办主题书展与分享活动 这一次真是好看又好做嘛 流通柜台 借还图书 急用书申请 教师指定参考书 代借代还不同校区 图书资料建月15册 期限14天 续借一次 预期罚款每日2元 柜台忙碌时可利用自助借书机 借书的书要先消瓷才出馆哦 柜台旁有电脑供查许管藏目录 三楼解锁区提供电脑及列印 只要前要先登记哦 简单式步骤就可以使用电脑了 还有好多有用的资料正月吗 接下来看到的是参考咨询台 参考服务组 参考咨询 图书馆资源利用讲习 使用指导 新知通告 管记 护介 复印 收集资料的方法好像很难 不怕 你可以参加图书馆讲习 四楼是中西文旗刊书库 旗刊是按照看名字手进行的 因此列出来让大家方便找旗刊 还有整个清单可以查询真方便 旗刊虽不外借 但可以隐印哦 尊重置产权 指印需要的部分 再往上一层就是飞书资料室咯 为了好的使用环境要遵守规则哦 入口提供置物柜 入口提供置物柜 我想看这部影片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飞书资料借阅三件期限四天 预期罚款每日十元 我想在宝贝看完直接还就好了 这边好舒服就在这里看吧 这边好舒服就在这里看吧 有好多欧盟资料可以索取 八九楼有讨论室可以利用 书库有大阅览桌 这边还有各个月冷座可以使用咯 不要再用位置给他人带来麻烦 二楼出口又方式校室区 哇 旋转门耶 这是哪里 这是图书馆的自习室 总馆自习室 学期间24小时开放 中一八点半至十二点闭馆清洁 门出口就在自习室的旁边呢 闭馆货财开放哦 总馆 周一至周五 八点二十至九点五十 周六至周日 九点二十至四点五十 中林分馆 周一至周五 九点二十至六点五十 别忘记关注图书馆首页及脸书哦 记得好好利用图书馆哦 字幕志愿者 周一至周五